就在三个月之前 国米球员桑切斯暗示自己在梅阿查球场 过得并不开心 然而在本月中旬 桑切斯已经成为蓝黑军团的英雄人物 国米在意大利超级杯决赛中 2比1战胜了苏迪尤文图斯队 33岁的桑切斯在比赛最后一分钟 打进了制胜进球 帮助国米锁定胜局 桑切斯在第120一分钟的进球 把自己写进了国际米兰的历史长卷中 桑切斯似乎是一名藏不住情绪的球员 一甲第七轮 国米课场2比1战胜萨索洛队 在这场比赛中 桑切斯是一名没有获得上场的替补球员 这场比赛后的第二天 郁闷的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张沙子覆盖名车法拉利的图片 而且为此写下了几行诗 意识到你可以很有价值 但如果你在错误的地方 你就不会发光 忧郁的桑大叔似乎在表示 他是被沙子埋没的精子 在当月晚些时候 桑切斯从智利国家队返回到意大利 球队主帅小英可能是感受到了桑大叔的忧郁气息 因此让他在对阵恩波利的比赛中 本赛季首次首发上场 桑大叔也没有辜负小英师傅的盛情后裔 用一次助攻帮助国米打进第一例进球 最终球队2比0获胜 不过33岁的桑大叔随后出现肌肉问题 这打断了他前进的势头 就像桑大叔叔自己的比喻 被沙子埋没的名车 终究还是要出来跑一跑的 在圣诞节前夕 桑切斯在国米大放异彩 在国米4比0战胜卡利亚里的比赛中 桑切斯贡献了一球一注 在5比0战胜萨勒尼塔纳队的比赛中 桑切斯又贡献了一例进球 此外 桑大叔还在一甲第21轮 国米战胜拉奇奥的比赛中首发出场 在对阵尤文图斯的意大利超级杯决赛中 出场45分钟 贡献绝杀进球 桑叔近期一系列的出场 表明桑大叔已经获得了小英师傅的信任 在战胜尤文获得意大利超级杯后 桑切斯豪情万丈 他又一次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我就像是一头龙中的狮子 好吧 你不单是被沙子埋没的法拉利 你还是龙中的雄狮 你是足坛的比喻高手 你是一位诗人 这些说的都是你 果米的桑切斯 其实在果米做个诗人挺好的 毕竟33岁了 没有必要长长首发了 偶尔上场露露 聊牙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